衝大煙遮蔽了天空殘破的房屋 只剩一片焦黑 十七號傍晚 臺東北南鄉 明峰村一處民宅 發生火靜 目擊民眾想救 都來不及 屋主不敢置信的貪坐在路邊 他和兩個小孩當時不在家逃過一劫 但他的妻子和六個月大的兒子 來不及逃 命喪火窟 慈濟志工接獲消息 十九號上午到現場關懷 與村長討論後續該如何協助 安撫無助失魂的爸爸 也送上祝福金讓他先安住生活 大愛新聞 臺東綜合報導 都會為了人家議員 下延期的位置